Cyder 位置 Darfin Red Spoon 很漂亮 待會繞了個圈給大家看看 那種漂亮的 你試試看圖片 圖片很漂亮 我不知道它扔了多少錢來裝修 這應該是歷史建築 它翻身成為一間Red Spoon 是我見過最漂亮的Red Spoon 後面的畫 你看看那些名畫 嘩,厲害 進來死了 原來Red Spoon可以玩得這麼漂亮 我待會一次見 真的很漂亮 我們曼城的一間 Water in the... 叫做什麼... Wat... Moon in the Water 我不記得這個名字 又是Red Spoon 都沒有這間那麼漂亮 這間真是... 哇,Gran 簡直是Gran 一個字 Gran Gran 很Gran 我的餐應該差不多到 十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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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是芥末?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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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拿個茄汁 嘩,很Gran 很Gran 拿個茄汁 拿個茄汁 跟大家 吃東西 介紹一下這個餐 Water Spoon 就是我們鬼佬的大家樂 這是Ultimate Burger 整個餐 不足十磅 但也當它是十磅 九磅 八幾 有薯條 有薯圈 有大Burger 有薯條 這個Burger 也不失禮 有煙肉 洋蔥 芝士 芝士 芝士也未用 無論如何 不錯 嘩,這裡很Gran Gran到有點嚇到我 Water Spoon 為什麼可以這麼漂亮 嘩,看看 可以上二樓 可以一條看的 我先拿點茄汁 在吃,不知道是哪一隊 Holland Holland 原來這個位置 這個環境有球看 不過不看 我不是說很大的 茄汁 Winnegar Winnegar和茄汁 原來有一個環境去看球 不過不看 因為草原麻煩 想靜靜地 是 我不知道現在在看什麼 沒有跟進 也不需要跟進 吃東西 下一個Vinne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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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 茄汁 好 不知道 歡呼聲 請大聲吃跳 有 沒有 不知道哪一隊是哪一隊 我沒有看 我沒有看 吃吃吃 墨西哥 我買墨西哥 我買墨西哥 喝食台 旅遊飲食 靈性 包羅萬有本來 二櫻 多吃吃 好 點了茄子 用紙巾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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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想拼一下 下次想去York York這個地方 只吃薯條飽 York,謝謝 非常好 作為 很廉價 很大 沒有什麼壓準 有什麼東西 我沒有看球了 你們再阻話我 墨西哥 墨西哥你對美國人會不會好一點? 在旁邊住,在墨西哥 美國人會不會當墨西哥 法定人數不足 墨西哥 墨西哥 也很厲害 所以波蘭就糟糕了 波蘭十輸 波蘭二十六 西哥十三 英國第六 英國也排到第六 阿根廷真是失望 波蘭一十四 我沒有賭球的 不過我想最後那場 我會買十磅 我不會買 買十磅沒賭球 不鼓吹得到球 小賭而成 沙迪阿比兒 我沒有賭球 我沒有賭球 為何會贏兩顆 阿根廷 那麼難看 所以說阿根廷有美斯是不行的 我不是說美斯不行 而是不知道為什麼咀咒來得到 是一個心理學的詞咒 因為我最近研究在心理學 是心理學的詞咒 整天人覺得美詩很厲害 那我們一定贏 不用踢 交給美詩 美詩老了 年輕人也不太行 很多人都想給美詩一個機會 但真的不行 新腦病死是會承認的 很多人不承認 很多人在足球場上不承認 足球場上永遠都是盲拳打死老師傅 永遠都是 當然不行 你說我和21歲我自己 我都沒有比 我自己都感覺到 機能不會下降得很厲害 但是強度運動很看得出來 他打一些高強度運動 他的足球是 下下要爆 扭球 還有他有腳患 35歲了 很多腳患 很多腳患 不是經驗大了 因為現在 電腦的研究很厲害 他不用你什麼戰術 電腦幫你 AI幫你 如何配搭 為何我會捧歐洲 歐洲的研究很厲害 他們背後的 AI 幫他們想好 如何配 如何配 我覺得他們正在用 AI去做 所以 南美那些永遠不能贏 我覺得今屆 不會是南美贏 因為他們沒有AI技術 AI很厲害 能夠計算到 你的球員 能力值 好像玩MING 那樣 看到那個BAR 平時只是靠估計 別人歐洲迷 別人歐洲不用靠估計 歐洲估計也不用估計 吃主角吧 知道所有人的能力值 然後知道如何分配崗位 因為對手和力值 如何分配崗位 這些人 隨著科技發展 一定是漸趨電腦發展 我說的 當然暫時沒有一個 人是說這句話 人是會佔摧電腦化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人是會越來越像電腦 電腦會越來越像人 我覺得 最後回不了 自己也是差不多 其實在AI時代 用科技 即是戰術 可以去扭 英國也好些 英國也有用一些AI技術 對手 暫時八強都不知道哪幾隊 我就不敢猜 南美隊我不看好 巴西 我一定是一般的看好 有美斯都輸 是嗎 相信沒有波進 沒有歡呼聲 大大杯沙達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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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年英格蘭的隊伍 他配得不錯 即是他開了好頭6比2 開了好頭 但看到他 整班都很年輕 只有哈里簡就比較聰明 整班都是黑人球員 黑人球員爆了你 射球給客人射 這就是達爾文塔 其實這個達爾文是否達爾文出生的地方 我其實很孤陋寡聞 是否達爾文出生的地方 所以叫達爾文 如果是的話 我多吸兩口空氣 這裡是進化輪 進化輪是起源地 多吸兩下 但感覺又不像 也不是旅遊升級 特產品牌都沒有特別 像燈塔一樣 我想起我們香港也有座 那時候我經常拍的 尖沙咀的那個 有迴旋樓梯上過去 那個地方我忘記名 我記得畫面 我記名差 我記到畫面 Hello 我看到李宗 我看我看很多相片 剛剛有所謂的 我看很多相片 但我看很多相片 而且很長者 看很多相片 最近的hater是會收集我的資料 不知道做甚麼 收集我的資料沒所謂 但我的朋友是無辜的 不要說他們 所以這些網友最好是匿名留言 匿名留言最好 因為他們會收集一些資料 而他們那條線我才會聲明 真是共產黨 跟曼城領事館那件事有少少聯繫 講明他們有個基地 是要做到香港 未來就會有一群龍爭虎帶去晚食 保重輸引 很大 十磅 我想飽到又是今晚 今晚也不值得吃 現在好像古代一樣吃得差 兩塊大牛肉 其實最近研究榮革那些東西 其實原來他會想愛情 其實愛情呢 當然很多人會蟬述 愛情這件事 其實榮革也有一圖 是一個 一個考驗 都是尋找自我的一個考驗 其實愛情也是 心理學其實很多層面 要考慮愛情的元素 愛情的中間 你要找到自己的心理變化 和你伴在她的心理變化 從中你可以知道她是甚麼人 昨晚不是研究愛情那些 他有一部分是這樣的 因為她有甚麼Animus和Anibus 我不知道有沒有搞錯 她是甚麼男性的樣子和女性的圓形 其實已經是在說愛情的事 當男性的樣子 即是譬如你是男性 和女性的圓形 假設你和一個女性聊天 那你用男性的身份和你聊天 她用女性的身份和你聊天 一旦踏著的話 就會產生一種很微妙的變化 其實那些是甚麼呢 我知道她說甚麼 就是情侶模 情侶模就是這樣的 一個男一個女 他們說話很曖昧 就會踏著 那時候就是 男人的心中的圓形出來了 是否Animus 女性的形象 她對手女性的形象又出來了 Animus 這樣就會有火花 就會進入情侶模 這個是自古永有的一個圓形 即以榮革的理論 自古已有的一個圓形 是Architecte 即是說 放棄世界每一個角落 人們都會認識這件事 只需要換成它 就會有這種情況 在看著 說笑扣女 所以扣女最重要是 扣著她心中的女人的形象出來 你要做回男人的形象 她做回女人的形象 一扣著就可以了 原理就是這樣 因為圓形有很多種 Architecte 有很多種 幾千萬種 應該幾千萬種 以榮革的一個 理論 我想她沒有特地去分那些圓形出來 但是她說很多 可能是圓形 而塔羅牌呢 那二十隻大牌 都講到一些圓形出來 一些Architecte 有些圓形的理論 太深奧了 我還在理解 這字面解 圓形就是 圓形不露 我經常都說 我們那些廣東話 即是最Original的形態 是一個屬於全人類的 一個最Original的形態 浮沙宇宙的 哈哈 香港很容易 鬼佬世界 人都不見到 香港有東西 好 找到另一半才完全 其實又不是必要的 這個我覺得又不是正確的答案 很難看 找到另一半 完全是基於在於 那個人都相信這件事 譬如你相信這件事 這樣就是了 我不相信的 就不是了 我肯定不是 起碼我世界觀 我覺得不是 找到另一半 不是完全 你完全 完全 自己是不需要找你一半 完美 我不知道完全還是完美 人是不需要找你一半 人是不需要找你一半 而做不完美 而且沒有完美 這個說話 這個說話 有邏輯 有邏輯 謀 人是沒有完美的 不適合 你之前說 找到另一半 人生就好像 功德原本 好像也不錯 兩體 找了一個好的另一半 那你就完美 找了一個不好的另一半 那你就當災 很多人都找到一個不好的另一半 當災 那這又怎麼解釋呢 如果你說找另一半 是完美 你解釋不了離婚那些 離婚那些是不完美的 他們選擇結婚 他們選擇結婚 當然是完美才結婚 不完美結來做甚麼 結果又後悔 又何解 當然可以繼續找到完美為止 但浩漢宇宙又何來又完美呢 離婚後 大半輩都沒有再找你了 不完美 因為現在都去到LGBT多年度 即是說 剛才你的性別都開始可以懷疑 何況伴侶這件事 是否必要呢 都值得懷疑 現在換得很好 一條有很多好處 例如我一起床 廁所沒有人跟我搶 臭髒的廁所不用洗 今晚一次我洗 洗澡兩三個小時 沒有人理會我 家裡吃光的東西 沒有人理會我 不會吵 我喜歡看電視就看電視 打機就打機 不會突然間有個人用了我的東西 欠野玩 吵英巴菲 我剛才說有伴侶 有伴侶的玩法 沒有伴侶 也有一個沒有伴侶的樂趣 柯十次才中次 我說快點 我以前說 我記得很經典 有一次我肚痛 吃了布嵌 吃了五粒布嵌 這樣便磨足五次 我來到英國 第一次磨就是吃布嵌 第一次去吧 磨水 那廁所很骯髒 又要洗 擦擦擦擦擦 沒多久又肚痛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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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每次洗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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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不过根据荣革理论 未必每个人喜欢独处 你跟荣革解释通 是哪些人需要找一个伴侣 我觉得是外向的人 如果你是外向的人 找一个伴侣,你是需要找一个伴侣 外向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 他不会找自己的东西 他会找别人的东西 如果他一个人,他会觉得很无聊 外向就是找到伴侣去伴侣 但我很明显是内向自己 我研究自我都可以玩人 自我内心世界都可以玩人 我很早就会发现这件事 但是Leo我又不排除这件事,你又说得对 你说我完全内向又说不通 一半我又不是很外向 我又喜欢周围游 周围逛街 不过其实我都跟人交通 我跟84位网友交通 可能一半一半 可能你都说得对 你说我完全内向又未必 因为我的内向 你过去一天混足7天在家里 我又不行 我又不行 我顶不住 我小时候都喜欢打机就OK 可以混足7人 但人大了就要找食 你夹不出去拍摄的 就算我一天拍足7天在家里 都可以的 拍7天的清谈节目OK OK 但你个人会很孤 很depressed 所以一定要出界 对了 Villiam你不是说得对 所以我不是内向 议论上是外向 你没有理由是 我一定是内向 用荣革的道理 一定是我是内向 我没有可能是外向 我外向 我就不会想 我是不喜欢跟人打架 到今时今日都是 我可以跟人打架 但是我是不需要 亦都不太耗 所以我是introverse 我是introverse 我一定是内向者 密的 我挺肯定 但内向者 没有说不喜欢探索世界 四重性格 不是吧 你这么冷静 我都没做 那个什么叫做 MITB的试 名格的试 我都没做 但我自己猜我应该是 倾来向者 脑高是平衡 脑高那个YouTuber 他自己测试 平衡型 有平衡型 太阳双鱼 太阳双鱼 上升双子 四重 很吊诡 我升嘴 就是一半一半 又对的 我以前 小时候 都被老师说自弊 双子 双鱼 双鱼就是自弊性格 内向 但人带了银食 为什麽我见到双子座呢 其实我真的很早期 那时候看星座 星座说我上升是双子 我有一个能力是说话的 我二十多岁 二十多岁那时候 在图书馆 在麦树 他说我有一个能力可以说话 接着我转行做双子 试试 结果是说话的 但做得不劳 做得不劳 是有说话的能力 但是不劳 都不劳 所以他相似作为对 各战一半 手口并用 因为手多用 双子是擅长沟通 说话的 很现实 好饱 好饱 90% 我觉得我自己是谈是内向的 因为很简单 如果超过十个人 六七个人的聚会 其实我不喜欢去 我不喜欢去 但是街上闹市我喜欢去拍摄 现实嘛 就是我拍摄这些东西回来找到吃 做月亮,月亮是人馬來的 我內心其實很喜歡酒 我很早的時候已經知道 但我不肯定自己有多喜歡酒 直到我做了Walker之後,真的 不走兩天,開始心動 你不要說月亮上星和太陽星座很準 這三個星座很準 我人生都是圍著這三個星座而轉 譬如我今天出來就是人馬座,自由 我現在跟大家說話,就是用雙子做的性格 我突然之間零收就是雙語 如果大家跟大家探討榮格,極樂世界就是雙語 是哲學的東西,雙子是實際的東西 我現在很實際地跟你們說,我吃一頓飯,拍一下東西 我已經是運用了三個星座的東西,人生 但還未將它推到最高,但起碼正在使用 我真的正在使用這三個星座 而且覺得都是準確的 所以榮格是有研究星座 榮格也有研究星座和塔禍牌 榮格很聰明,他研究這些東西 他都知道原來這東西都不是假的 都挺堅固的 其中你說圓形Archotype 其實十二星座都是一種Archotype 都是一種圓形來的,圓形的性格 就是可以代入在不同的人身上 你會發覺他有這些星座性格 但有個小心的地方,玩星座這東西 你要留神 一個人是不止一個星座性格的 一個人,我重申一下 一個人是不止一個星座性格的 所以為甚麼人說星座不准呢 是因為你不知道他的星盤是甚麼 你沒有研究過他的星盤 貿貿然說他是一個單一星座,其實是不對的 很假的,你現在說我相遇座,說不通的 是內向的嘛,相遇座 怎會跟你說話呢 你雙子座說得通的 但你說我完全雙子座說不通的,為甚麼呢 雙子座是很現實的 但我又會跟你說一些非物質的世界 是吧 心理的東西,非物質,愛情都是非物質的 那這件事是相遇座的 所以一個人是不會有單一星座的 天蠍 天蠍是在說你太陽 小時候受天蠍的支配 天蠍是神秘的 就是你小時候會比較尊敗 還有愛一個人會是很愛的那一星座 真的,他都說得明是蠍子 他很愛一個人 他一真一個人就會釘他 拿一支針刺他 當然,這是你的性格的其中一法 人帶了會變了 最主要是你發覺 你太陽天蠍 你會嘗之 變成變 變成另一件事 我以前經常玩的,那個星盤 現在不用玩了,我都知道大概是甚麼性格 我都知道大概自己是甚麼性格 你們可以玩了,要計時分秒才知道 沒有了紙巾 用了 吃飽飽了 要走就比較麻煩了 要檢查時間表 我看看幾點可以走 再決定我在這裡逛多久 算出身、此事、此事、此事 這個我又沒有計算了 要計算了,會更加準確 他很多東西的,那個星盤 一刷你就知道 不過我們normally 就是重要的那幾個 就是上星、太陽、月亮 其他有些水星、木星、土星那些都有影響 影響你不同方面 就是財運、愛情運 跟我們那些紫微斗數差不多 紫微斗數就是那些福祿公 什麼兄弟公、夫妻公 其實是一樣的 夫妻公就是金星 其實是空的 其實命盤 都是榮革的其中一種原形 所有的 民族裏面 他們都有這些分析 所有 所有 分析上面是有些不同的 但是你發覺原來有很多類近的東西 所以以前有一個學說 叫做人類圖 人類圖就是想嘗試 combined 又是異經、星座 那些東西 combined在一起 都可以做的 都可以做的 人類圖 不知道大家沒有玩過 我也想玩回人類圖 不過我現在不清楚自己的事實八字的 我覺得你都沒有需要知道 因為好像孔子所說的 你去到差不多一年紀 你都知道天命 你可以怎麼變 叫你變你都不會變 你去到這樣的年紀 你都這麼硬頸 你去到這樣的年紀一定是硬頸的 你不會變你自己的生活習慣 你是年輕的時候才不知道天命 你定了形 你就知道天命 大概知道自己 何謂天命 就是 我覺得現在 譬如孔子那些什麼天命 天天天天 其實應該是潛意識 應該這樣說 或者本我 天命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潛意識要你做的事 或者本我要你做的事 就為了天命 他們是沒有潛意識的 他們以前的古人是不懂分什麼叫潛意識的 沒有這個 term 不是不懂分 他們下下就叫天的 就是我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好像有人在主宰我 就叫天 14分鐘有一格 或者我跳上車 4.56一格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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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喝了 拜拜 洗手走吧 拜拜 不要 我說 你 我跟你們說 你外貌現在仍然是商議 表面上人 比較是商議 但是你所行為是相似 你思想是人眼 你對的 Leo Wu 你說得對 癡神苦 人眼都覺得來向 OK 你對 Leo Wu 有些根機 你形容得對 因為它上升星座是講你的行為 不是講你的內心 好 拜拜